这两只鸽子怎么都想不到下一秒天堂遍地 仔细看啊 打扰他们的是一枚从美军基德号驱逐舰上发射的最新型战斧式巡航导弹了 他应该没有装上战斗部 否则两只鸽子就只能去见阎王爷了 从半镜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俩似乎是躲过了一截 但其实这一截本来就不该来的 因为战斧式巡航导弹 或者说所有的巡航导弹 通常打的都是陆地上的禁止目标 至于海上的目标嘛 他根本就不擅长 为什么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听我讲完巡航导弹的制导方式 你就明白了 拿战斧式巡航导弹举例 他采用的是结合了惯性制导 GPS制导 地形匹配制导 和数字场景匹配制导 等手段的一套复合制导方式 我们一个个来说 惯性制导通常用的是陀螺仪 加速度仪等设备来测量导弹的实时飞行参数 并拿它跟预先设定好的飞行参数 做对比不断的调整和修正 进而控制导弹飞向目标的 举个例子你会更加明白 这有点像是你给一个 不知道你家在哪的朋友指路 你不会告诉他 你家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 因为告诉他了 他也不一定知道 而是从他的起点位置 告诉他走多远 就该朝哪个方向拐弯了 接着再走多远 再怎么拐之类的 于是他也就能够老老实实的 照着你给他的指令 一步步的朝你家接近了 至于到底能不能整确的到达 取决于你的描述精度 和他的理解能力 以及他对自己 每一个所处位置的正确判断 所以换到导弹上面的惯性指导上 仪表的误差 就是决定最终精度的关键了 虽然我们已经越做越好 但是想要完全避免 仍然是天方夜谭 而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 师之毫里谬以千里 误差是会积累的 所以单靠惯性指导的尴尬 就是打得越远偏的越多 还好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 能够在中间帮助他修正的方法了 GPS指导算是一个 当然咱们自己的就是北斗 靠卫星进行精确定位 这个咱们就不必多说了 谁还没有用过导航呢 是不是 虽然精度可能有所不同 但是工作原理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就重点说一下地形匹配指导 它靠的是装在导弹上的雷达 用实时测出来的地形数据去匹配 视线已经输入到导弹计算机里面的 地形参考数据 然后控制导弹一步步的追着 这个参考结果去飞的 有点像是乐高机器人的巡线功能 它是巡航导弹的专属 毕竟只有贴着地面飞 才能享受到看清地形的福利 它具体的思路是这样的 如果地球表面任何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 都可以用周围地形的垂直等高线 来唯一确定的话 那么我只要去匹配这个特定的垂直等高线特征 不就能够精确地找到这个位置吗 于是系统当中的雷达高度表 气压高度表 惯性测量装置和计算机 就开始配合来完成这个工作了 雷达高度表提供导弹的离地高度 气压高度表 则测量导弹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 两个信号在计算机里面 再同惯性测量装置得出来的加速度数据 综合一下 便产生出了极其精准的绝对高度信号 而把这个绝对高度信号减去离地高度信号 是不是就是等于指出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地形标高呢 是的 导弹正是拿这个测得的地形标高 跟储存在计算机中的基准标高数据去匹配的 如果没有偏差就继续飞 如果有一定的偏差 那就调整姿态重新回到准确的路线上去 巡航导弹在飞行的途中 可能需要经过数十个这样的地形匹配点 以此不断修正自己的航向 最终才能提供出相当高的精度了 好了 就这么飞了一路 等来到末段准备要实施最终打击的时候 另一个更为精确的制导模式便开启了 它就是数字场景匹配制导 这个制导系统 使用位于巡航导弹头部的摄像机 来实时地拍下地面的动态影像 并拿它来跟事先储存在导弹里面的画面做对比 就跟我们人眼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 到了最终 你的朋友能够把手敲到你家的门上 不就是他看到的信息 跟他得到的信息正好匹配上了吗 终上就是一枚战俘式巡航导弹的制导全过程了 你可以发现 它就是为陆地目标而存在的 什么地形匹配 什么数字场景匹配 到了瞬息万变的海面 不都是白瞎吗 所以我一开始才说 那两只无辜的鸽子 本不应受此一劫了 但是到了战俘的Block 4版本 目前的承包商雷神公司 准备再从美国海军身上搜刮点银子出来 就整了一个针对海面移动目标的版本 它当然就需要在花点前升级一套 主动式雷达制导出来 但是海军看了测试 金的直呼好家伙我要了 于是不仅追加了订单 还又继续坚定地把战俘升级到了Block 5版本 计划一直威胁世界到2040年 对了 我们也有常见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我们从来看